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问一下对于我们姐夫师兄 来说我们俩刚接触佛法 就是说刚接触佛法 虽然受他们二位虚掩了很多年 但是我们俩真心的接触佛法 可能就是这几天 然后就说对我们俩而言 我们俩从林的美物经开始听起来 对我们注意比较大 听我讲经 其实我讲经 你现在听的时候你就知道 其实我怎么讲就绕过人的原点 就是要当下看着听影片之间 把决心成是我唯一的方向 那你说当然要听哪一个 我讲的最起来是圆决经 就是我把它全部讲完 叫圆决经 听的目的就是你要熟悉 我们是因为出差你们的经验 只要关注这个心 你事实上在文字的语言之中 你要吸取那个经验 但是为什么你会懂得吸取经验 就是你先懂的事物要教你们的 就是念念找到你自己的根本决心 有的时候中文长本来念目 你还不知道指在哪里 但是讲到根本决心 过去你要不懂 根本决心你也不知道说什么 但现在这里的人知道了吧 根本决心就品尝不念的手 一些感受像前其实就是学习嘛 因为你的感受自己不会知道感受了 就在这边找到你的本来念 找到理性 这个方向有了 你在听我讲什么经 那就可以把经 我讲的我怎么去学习 怎么去体会那个经验 就得吸收进去 要对你有一个帮助 所以不是听了一部经 听经过后会帮助你什么 而且你心要有明确的方向 这就是这次我特别讲的 你要立明 明子一定要有啊 明子是明目 当然不见到这句佛号 但是那句佛号绝对是明目 绝对是明目 但是目的就是要你找到那个无量寿 无量荒门 找到那个具体 那你在听经 就是佛要帮助 跟别帮助 连绝经可以先听 连绝经 原来是我把他全部都讲完的东西 因为经文讲完我们是讲的全 可是随着经文讲 经文的部列 它是把你整个内心中的智慧图等 它是把你整个在经文文字里面安排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一些菩萨出来 使用菩萨来问 为什么是这些菩萨的顺序 它跟你心性绝对有关系 所以它第一个为什么是文书 文书就叫你打本 就叫你打本 然后知道本以后 再跟你讲佛弦 再往下再往下开用 它是一步一步这样带起来的 所以你要知道那一步一步 那也是要懂得你的方向是什么 因为你明白那个方向以后 人家在跟你讲一步一步 你才知道那一步一步的目的 假如你方向鼓励 你再说一步一步对你没有意义 因为你不知道去哪里 都没有 都没有 所以还是那一面发心要懂 就告诉自己 我要找到我的决心 这一期生命绝对不辜负这一期生命 将来人都有百年 老病老死之嫌 我一定不是 昏昏恶恶 不门不白地走 一定要精足足地走 你能发现那些决心吗 那个心中的气氛 重来没有正 但是你精进 精进的发心 就算为正 但是你留下那个氛围 都才是真正传家之后 你留下那个福报 那才是福音之随 才是福音之随的东西 要这样学习 是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